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6月29日,又是東方日報的搜查 真是想不到,他又說了一些我不知道的東西,不過知不知道也好,奉勸大家如果用手機,你就不要按進東網那裏,因為他會自動播放的 而且,好食數據,我之前講了你聽為什麼,那個Algorithm怎麼行,就是演算法,他用了什麼技術去自動播放 嘩,真的隨時被他取消資料,好了,先不要說這件事,說回7月1日,大家都知道了,沒有機種要費 但原來,東網講到我聽的就是,有2.6萬名的留英學生,這個是數據來的,那裏就有2.6萬名了 那當然啦,2.6萬名學生,他就說計劃反港,但不一定的,不過,就是,他就說,有些家長呢,就在deadline之前,搶機票那樣說,不用搶啊,大哥 那首先就是,你暑假回來的那些,嘩,禁牙煙,沒有,就是在飛機上,都要跟人逼各樣,還有那些AlphaBetaGamer的嘛 啊,竟然啊,都會叫他們回來的時候,那你都知道啊,那些家長,很明顯啊,就是什麼心態啦 總之我要見他一面,如果不是在那邊隔壞啊,類似吧,我不知道啊,還有啊,都應該有少少銀兩 咦,有少少銀兩就對了,他們呢,不是訂了機票啊,即是訂了機票,訂了酒店的,21日隔離啊,不少東西啊 啊,再加上7天的自我檢查的隔離啊,那些叫Self Quarantine啊嘛 啊,那搞法,足足啊,就28天,當然啦,你訂房的話就訂21天啦,那些隔離啊嘛 喂,那你那裡隔壞啊,你那個費用不便宜的啊,那我實在不明白了,你暑假是多久啊? 這傢伙不懂計算啊,你走過來,啊,那又Quarantine,28天啊,然後回去,啊,又Quarantine的啦 那你隔壞,被人隔壞了多久啊? 哈哈哈哈,我當你放兩個月暑假,你又被人隔壞了一個月,啊,就是回來就為了見他一個月不夠? 好,還是隔壞期間,你可以隨便數上他的房間裡啊?那些隔壞那麼兒戲的嗎?不會的嘛 那所以啊,哎呀,就是金鑊啊,虧錢的那班人啊,就是虧心態不正常那班人啊 咦,昨天也是的,啊,都不明白幹什麼,沒有機種要飛而已嘛 啊,就是你7月1號啊,那些客機降落不了的時候,那你就當然要找其他的機票啊,各樣的啦 那都可以黃標的,他黃什麼Q呢?啊,我完全不明白啊,這件事 就是YouTube會不會有個解釋呢?裡面不是說些什麼東西的而已啊 是研究中7月1號啊,我們依法相信,這個依法禁止,英國客機來港的這個依法信息而已 那為什麼YouTube啊,是違法黃標我這個依法的信息呢?啊,所以我是不明白的啊 就是最好給我一個解釋我啊,啊 還是啊,他是有些更加依法的內容,可以給我去廣播的呢?實在是不明所以啊啊 Anyway,那我以為這麼大陣仗啦,原來啊,只不過就是說呢,回來那些人啊,他不是說, 他不是說,看到很多Alpha Gamma Beta的,那有多少個呢?三單,三單確診而已啊 啊,包括一位19歲的啦,就是這些啊,其實去得外國讀書的,就是都讀了一兩年啦 都還會回來的,很明顯啊,啊,都幾喜歡香港這塊生活的,是吧? 啊,你這樣無緣無故,這麼飛人的時候呢?我不知道啦,那是航空公司那裡就大洩突洩啦 你國泰啊,我就不明白的,已經杯水車身的啦,問這個政府借錢嘛,優先股嘛 是啦,政府大條水喉射著這個國泰,那我就不明白啦,喂,你左右都是洩的而已啊 那幹什麼啊,不叫國泰加開韓班呢?他這樣就越蝕越金? 啊,實在不明所以啊,啊,你將機票錢那裡多貴啊?賺得一塊就一塊嘛 還是國泰嫌淺聲呢?那我不知道啦,那些空姐空少,加上那些機師啊 啊,那搞法,沒有咯,原本已經是出得少糧的啦,就是出六個月糧的,再減少少,啊,三個月糧好了 啊,我就不明白啦,那都可以的,一個機師啊,一個月的人工,救普通人頂一年啊 我就不知道啊,那些空姐空少也不是這麼說的啊,到期時可能要有秘勞才行啊,是吧 他們不是很高薪的而已啊,那還有呢,啊,他有一些句子啊,都令我不明所以的 例如這裏,47歲的外傭,是說著印尼那邊的,在油麻地紅茶館酒店檢疫期間就確診 那我不明白啊,你機場都有檢測的啊,為什麼突然之間啊,又會變成是油麻地紅茶館那裏確診的呢? 還是,啊,他已經是,我都想不明白啦,總之,回來的那些人都要隔離的嘛 那他就是怎樣呢,是怎樣被人捉入紅茶館那裏確診的呢? 好了,另一個呢,就是20歲的男子,在機場檢測那裏就確診了 那,那這單就make sense很多啊,不過啊,那個國家又是不知道什麼來的啊,什麼納米比亞 另外呢,東網,就訪問了一個英國升學中心,叫英職教育的 那個創辦人,就說啦,估計有2.6萬名英國留學生 我原來他統計出來的,那東方用了,我以為他的記者那麼厲害的 因為會在暑假的時候回港,所以啊,那些家長呢,就對禁票感到憂心 就是為什麼啊?你禁了票的時候呢,有兩重憂心啊 第一,你就是7月1號之後啊,他都有些,是買了7.1之後的股票的嘛 不是股票,機票啊,搞錯了,買股票買到,不要買國泰股票啦 Anyway,那你買那些機票啊,是7月的時候,那你7.1禁票,那就是怎樣呢? 他們硬吃的啦,那裡有一筆錢啦 那同時之間,你那裡21日的隔離啊,也都要預訂酒店啦 那裡有一筆錢啦,而又由於呢,就是那個檢疫的安排是這麼厲害的 因為你要整21日嘛,那結果那些酒店房呢,是供不應求的 供不應求的,供不應求的原因很簡單,你如果那些人全部都要21日 那就是說呢,你21日之後才出房的喔 那整間房啊,就被你壓住了啦 你的位置就空不出來了啦 也就是客棧沒有位啊 你問過掌櫃的時候,他又回答你粵語殘片,經常有的那句啦 客觀,客房已經爆門了 就是我不知道啦 如果現在,入了大學那班,我當你最年輕那個,應該17歲左右,18歲 那18歲的話,2021-18,就是2003年出生呢 那除非他們的父母,是有BNO資格啦 那如果不是呢,他們就只能夠,如果想去英國的話 落地生根啦,就要用一種叫做,Working Visa的方法啦 又或者讀完書啦,在那裡,謀求一官半職,找到東西做 那用這些方法,都有機會OK的 那這次對他們來說呢,可以說是一件小災難啦 那你怎麼都會虧的啦,你一是就虧機票錢 一是就虧酒店隔離錢 還要撲酒店,還有機會沒有位 那就不知道怎麼隔離啦 貴貴的搶啦 搶不到便宜的,結果就要半島啦 那還有呀,這幾天,我都收到一些查詢 是說他們都擔心啦 所以呢,英國那邊,不是那個疫情令他們擔心 那些不會令那些藍絲朋友擔心的 他們是擔心些什麼呢 對呀,收下風的嘛 那原來,藍絲朋友們最擔心的 欸,病那些東西,很輕輕的而已 他們擔心些什麼呢? 嘩,真是三重驚風散啦 一來,你又說,可能那些機票訂不到來 又要轉機票來 第二,就是可能你酒店不夠房 總之都是一個季節啦 他們呀,看錢很重的嘛 那你絕對是令到他們呢,肉痛的 哎呀,真是陰功的 尤其是,你想一下 那些藍絲家長其實呀 是想那些兒子女女在那邊呢 探聽一下狀況 看看BNO計劃 那去到落地的時候呀 他們在那邊,生活是怎樣的 那些樓價是怎樣的 那有些地頭蟲好嘛 那可以回去和他們匯報 親身匯報怎樣都好些呢 又安心些呢 嘩,結果你搞個隔離令 又搞個韓班不准降落令 再加上如果大家記憶猶新呀 又是換醒大家記憶啦 稍前呀 匯豐那邊呢,不是說轉數各樣 網上理財 你外國用不到的呀 嘩,真是嚇到那些家長呢 我的兒子女女在外國讀書 那怎麼賺錢呀 個個鼻孔都侮辱呀 所以呀 就算我平時都沒有什麼 跟那些家長打交道的呀 都有一些打過來問我呀 因為都認識的嘛 那我認識他們的兒子的 雖然呢 內心就在那裡暗笑的啦 即是你在那邊 租多兩個月 跟你搭飛機回來 又不是一樣 嫌淺聲鼎啦 那當然啦 人家呀 這些家事 就不輪到我們理的 但是第四重的擔憂 還沒跟大家說 轉機票 你以為說轉就轉呀 雖然是他們的錯 就是剛才說的 即是之前那一集 Expected Inflation 他們怕那些機位緊張呀 沒辦法 理論上呢 轉機各樣呀 你要清翻呀 可能到其時呀 真的呀 你紅區之後住酒店 可能都比你買機票還便宜 希望不會啦 就是買直行 仍然是Affordable的 那會好一點點啦 那如果真的沒有機票回來的時候呀 那都不怕的 因為他們呀 應該都是住那些 Hostage的 也不會說太吵架的 這件事 就是這樣 好 今天講到這裡